我想要降到最低 然后被侧板应该要拆吧 王先生因为中风的爸爸往生 陆续捐出住行器 变盆椅 轮椅等等 辅具创造善的循环 爸爸要走了 所以这些用不到的东西而且还新兴的 比如说你丢掉浪费嘛 那就捐给慈祭给需要的人用这样子 在慈祭东区二手辅具平台 志工魔法乔寿让辅具重获新生 电动床也立即送往陈先生的家 他的爸爸中风癌症即将出院回家疗养 以后我们会再来看爸爸一做 看看他使用的时间怎么样 在市面上也有去行驾过 真的这些病床真的价钱蛮高的 仔细这方面能够提供给我们家属 真的是很感恩 阿嬷 好不好 好喔 这样睡得也舒服吗 贴心问候就像自己的阿嬷一样 志工探望多次摔伤的林阿嬷 开到出院后生活无法自理 二手电动床让他能够安心养伤 自抚你喔 阿嬷好 感恩喔 二手辅具连贯环报延续悟命慈悲喜舍的精神 三面剧组展现爱的循环 大约新闻 镇上美之工张扬川 花莲报道